上個禮拜的那個查詢系統部分的話 那假設我希望查 那大家一樣我篩選內文嘛 我就輸入某個關鍵字 那當然我示範都用人好了 我沒有人 但問題有一個問題出現就是說 人出現的沒錯 但是總共的total比數是59比 可是59比裡面可能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不是每一個出現的人 裡面只有一個人 像這邊底下好像有好幾個 這個地方就好幾個 不忍者這個 不忍者不可以久處曰 不可以常處樂 忍者安忍 智者利忍 所以你會發現總共有幾個人 一二三四個人 但問題如果以這個來看 他是以什麼一個儲存格 到底出現 有沒有出現 當成是標準 所以如果有 總共59 OK 然後呢 所以呢59 但問題是總共在那個 輪譽裡面人這個字 他出現過幾次 那當然如果假設我需要這個數量的時候 那就會出現問題 那我應該怎麼算 難道我應該要自己 用眼睛慢慢看嗎 這個是人一個 你這邊畫一個 這邊一個 那如果你這樣算的話呢 變成 應該還是非常的沒有效率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像這個兩個 那我要怎麼把它全部統計出來 當然古人是真的有人真的很認真 把那個倫語 從頭到尾把它算過一遍 他好像算出來是 111還是112吧 OK 但是至於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想要達到這個效果的話 那當然呢 我們其實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比如說這邊的話 可以再加一個欄位好了 這個也許加一個數量 OK 那這個數量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要算 那應該怎麼算 所以這個可能要思考一下 你第一個會想到說 那是不是可以插入某個函數 他可以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 裡面的函數呢 文字 當然這個可能是文字類 文字類裡面的話 如果用5函數 好像他沒辦法 他只能夠告訴你說 這個字出現在哪裡 他並不能夠 幫你算有幾個字 所以我看了一下 裡面好像基本上 沒有 我們需要的 像search好像他也是尋找的位置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那其他統計類 統計類的話 之前用conif 可是conif的話 是算 哪一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哪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哪個條件 但這個最後結果呢 只有什麼 有跟沒有 但是他沒辦法告訴你數量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就比較麻煩 如果你想要知道數量的時候 那可能 如果假如裡面的功能不能符合 我們的需求的話 那接下來變成你要想別的辦法 看看上面有沒有功能是符合的 我看了一下 好像這裡面也沒有一個是 可以幫我們算的 所以呢 如果函數也不行 上面功能也不行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可能你就需要怎麼樣 自己來寫一個 統計那個數量的程式了 可是要怎麼樣 做那個數量統計這個程式 首先當然一樣了 我們要 這個可能要自己寫了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先插入一個 Visual Bay 再一樣把開發人員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我在這邊增加一個 這個我先demo一下 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我假設執行的話是這樣 他可以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把它計算出來 我看一下 總total的比數的話 應該 這個應該 回圈應該要到500多 我好像跑到 把它復原一下 總total的 列好像到502 所以我回圈應該要把它跑到502才對 for i等於502 這個i的話是指哪一列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total 就可以幫我把全部的 數量統統算完了 OK 你會發現 當然 這個 VPA程式的話 主要就是幫我算 這個儲存格 裡面有沒有人 這個字 有的話呢 幫我算 他出現的次數 如果沒有的話 就輸出0 就對了 OK 那當然呢 總共多少個 我們最後的話 可以在這邊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加總好了 比如說我要把它加總起來 那你加總可以把它加總到最下面 可是我 我們 我是希望說 直接就放這裡的話 那我們可以再用常用裡面的加總 有沒有 加總 把這個範圍給他 幫我從第2 一直加 加到最下面 所以你就把它 Ctrl-Shift 向下 打個勾 這樣就出現了 有沒有 他這個時候會出現說 總total呢 如果人這個字 在論語裡面總total出現的 有110次 有110次 那理論上這個數字 應該是可 除非可信的 除非說這裡面的資料 是有問題的 不然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OK 那當然如果說 因為 目前這個公式 直接放在這邊 他直接就加總這個範圍 所以呢 如果假設 我換了一個條件 比如說我想要 我不要找人這個字 我要找 義這個字好了 義 或者理好了 人跟理 理好像在 論語裡面其實也還蠻常出現的 所以我如果想要計算一下 理這個字 在 論語裡面到底出現的數量是多少的話 我們再試一下 執行一下 OK 76個 所以你會發現 人跟理 這兩個字出現頻率蠻高的 但是至於多少個 看起來 人還是 稍微 比理還是更多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數量這件事情的話 那可是如何統計 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來統計 到底 你要找的這個關鍵字 最後這個關鍵字其實還可以做一個輸入 比如像上面一樣 就是input box 可以把這邊 改成類似像這樣 請輸入一個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 然後再把這個x直接就放在這邊就可以了 x 那將來的話就可以不需要說一定要 一定要 給那個 就是固定的 那你可以怎樣執行它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請輸入關鍵字 那如果我出入了e好了 看看e這個 ok 這個關鍵字 當然你們其實 我蠻推薦各位 其實可以做老子跟莊子 或者孟子 或者其他的相關經典 你會發現 得到的關鍵字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那你說不一定要做那個 這種 比較思想性的 這個 書籍啦 你可以做一些文學性的 比如說你可以做李白的詩 或者杜甫的詩 或者是那個什麼 書室啦 或者是星期級等等的 其實都ok 反正這些的話你假設 你想要知道 到底 這個文學家他 最重視的是哪些的關鍵字詞 你可以把它先摘出來 並且統計他的數量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還蠻重要 相對的 因為這個數量常常就是我們關注的 一個焦點 Ok 到底出現多少個 24個 所以你會發現 倫語在講人 相對會 比義 他的數量會 多很多 至於多少呢 大概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4點多倍 快5倍 Ok 那為什麼差這麼多 另外的話呢 如果說 假設有孟子好了 其實孟子的內容 其實也 會比那個 倫語多很多啦 但是 你如果也想要知道 到底 倫語跟孟子之間 他們對於這些關鍵字 就是 重視的程度 有多少落差的時候 其實你或許也可以利用量 來去做一些統計 比如說 人意 理智 信 這幾個比較重要的一個關鍵字詞 在 如果你想要一個量化的一個資料的話 那實際上你就需要做一個統計 當問題 我要怎麼樣可以寫出一個類似像一個這樣的一個數量統計的一個VBA 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喔 當然如果已經有內建功能 你就不用自己寫啦 如果沒有 那當然就變成要自己寫 現在其實最欠缺的人 其實最需要的 其實就是把 本來 做不到的事情可以做出來 不然的話以前你要怎麼做 你以前古人就只能用眼睛看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現在人真的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電腦的優勢 所以我才想思考 這個年代已經有電腦了 為什麼我們不懂得去利用它的優勢 反而還在用一些古老的方式在做研究 那當然結果一定是 不如預期的 OK 而且其實你會發現做很多 事情之後 結果到了 還是沒有辦法去說服別人 OK 這點我覺得倒是蠻重要 就像我覺得清朝末年也是這樣 明明有一些很好的 這個 一些 武器 可是卻不懂得購買 即便買了之後不懂得使用 即便會使用但是居然沒有炮彈 所以這個 交五戰爭就被日本打敗了 OK 主要原因並不是說我們船比較小 而是因為怎麼樣 根本那個 連炮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其實基本上很多被拿去挪用到別的地方 更沒錢 OK 甚至還要修儀和緣 所以甚至打出去的居然是空包彈 OK 所以日本人覺得說 奇怪 這個 以前是 這個 很 很大的一個 很 一個 很大的一個國家 很文明的國家 居然會 變成像現在這個樣子 OK 那一樣 要怎麼樣可以讓 這個 其他領域的人也覺得 你做這樣的方式其實是被認可的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去撰寫一個像這樣的一個 VBA程式 不過跟各位講 你會發現這個程式裡面 實際上是 分成 兩個部分 來撰寫 第一個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有兩個回圈 一個FOR回圈 第二個是外面這個回圈 有沒有 兩層回圈 那這兩層回圈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個回圈的話 指的就是 我先針對什麼 針對我要統計的 那個儲存格 所以 你如果要寫的話 先 統計 某個儲存格 然後呢 再去把它改成全部的儲存格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OK了 但是可能要 需要用到兩個回圈 才會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也許你們在那個 這個論語的 這個D欄跟E欄裡面 增加兩個欄位 那當然我是希望說 可以把那個數量統計出來 那根據的就是 根據那個關鍵字做統計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何 寫個VBA程式 因為如果你沒有別的方法的話 當然 大概是只能用寫程式的方法解決了 現在其實有蠻多地方 如果你想要做出那個效果的話 因為畢竟它裡面沒提供這個功能 所以你也只能 能夠透過程式的撰寫 來達到你想要做的這個 這個結果 試試看好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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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